有人想问比亚迪电子,叫二百五 小智强,他33.6有货 他说我看见之前公司都说跟Tesla合作 但好像也炒不起 究竟他要不要说止蚀呢? 他就有二千股 其实比亚迪电子有很多贩售 其实你可以说,你当它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东西 它都有份做代工 但是它的股价表现是弱的,真的弱的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呢? 都良体,因为其实你说很有趣的 这间公司可能有很多可以是一个叫做卖点 也可以说很多东西可能是比较负面 因为之前的时间,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他曾经有段时间提及到就是说 他不是做了一些电子烟的代工 就是那时候是全球最大的那间 他觉得很厉害的,那时候我股价曾经难过上去的 但是之后也多,因为我们方面突然间没有一些电子烟的政策 美国方面有些超市,令它的调度倒下去的 但是你问我这一种,我就觉得我一般般的 其实,撇除这些因素也好 因为我有时候看业绩,有些公司没有业绩 譬如很详细,你看到他就知道很多东西的 给一些电子,他的业绩其实很简单的 我每次看完之后都觉得,啊,原来我们那些这样 所以我对他的看法,这个都比较中性一点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你说现在是,他好像没有货的嘛 是不是?如果他没有货的话 不是啊,他有货,他33.6有货 如果他能货,或还可以货上去的话 我也会建议你,不如就口理一下,订责一下 因为我对这间公司的看法 因为我对他也比较似以中性的 就是只看不到天大,落观的 Lun Sang 相远 Lun Sang 没关系 Lun Sang 无论 Lun Sang 无论 无论 无论别人的 Sung 无论 无论